面对新冠病毒的威胁 人们除了做足外在的防疫措施 更需要内心的安定灵神 而宗教信仰就成为了一些民众 祈愿消灾纳福的方式 在泰国邻国 第四司机普遍相信 在车内悬挂佛牌和佛像 不仅能趋吉避凶 协助他们抵御病毒 还能让乘客多一份安心 在景象挂了一串佛牌还不够 连车内的望后镜也要挂多一串 你没看错 这位可不是寺庙里的高僧 而是穿梭在泰国曼谷街头的 寻常低势司机 65岁的索比是一名惊艳老道的司机 面对曼谷显向还生的交通路况 他依然老神在在 可是说到无孔不入的新冠病毒 他却是文之色变 不敢掉以轻心 他坦言 平常需要接在五湖四海的乘客 让自己暴露在染疫的风险 除了口罩与消毒液 他更需要在心灵筑起一道防护墙 靠的就是车内挂满的佛牌与佛像 前程的索比相信 透过向车内超过一百面佛牌祈祷 能够为他以及乘客增加防疫能力 相比起那些没有张挂佛牌的同行 他深信自己满载能量的低势 绝对是无俊净土 耗费大笔金钱添购佛牌 对索比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因为他在乎的是心灵上的价值 在民间普遍信仰佛教的泰国 随处可见都受佛牌的市场 有高僧加持过的佛牌 价格更是动辄数千令吉 但是依然无组平民百姓或富商前来追求 另一名低势司机瓦珊也说 佛牌不仅能够保佑他 在车祸中逢凶化吉 甚至还能够吸引乘客青睐 尽管对佛牌的神奇力量言之凿凿 不过说到实际的防疫用品 瓦珊还是笑着说 凡夫俗子们还是得靠薄薄一片的口罩来保命 不过说到实际上